长中云娱乐 成为一个顶级的武打明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后来张静有机会由幕后转入幕前 开始在很多部剧中展露头角 但是由于那时的他缺少强大的气场 再加上看上去非常稚气的娃娃脸 所以只能在剧中担任一些配角 吴京在回忆起当初拍摄《杀破狼2》的时候 都忍不住提起跟张静交手的那一个桥段 再加上整部剧的武打镜头众多 虽然说到底都是演戏 但吴京自己可是结结实实地挨了张静五百多角 现在想想都还肉疼呢 近几年来张静拍摄了很多作品 在影片中也有着非常精彩的表现 观众们最喜欢看张静穿上西装的样子 在电影中的他总是穿着西装打斗 因此很多网友也送他西装暴徒的称号 很多人说就怕他穿上西装 你们觉得张静穿西装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